要活得精彩,就要學多一點 自在人生大學堂,陳美芝 開始自在人生大學堂,來到這個環節 當然是談談生與死 這個系列也有Pauline來自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的榮譽講師 尹園平博士,你好Pauline 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生死觀 很多人都覺得不要想著,平時工作都這麼忙 又或者我還年輕,還未結婚生子 怎會想到去死那麼遠 其實這是我們不遠的狀況 因為根據我們一些數字顯示 我們現在65歲或以上的人口 其實持續由現在8.5%的數字上升到 話說到2050年會有16.7% 即是雙倍了 是的,而且我們說到我們人生 現在的歲數大概是長者 我們會去到81.3歲 如果真的去到81.3歲的話 即是說如果我們晚期真的有什麼疾病的話 其實都需要一些照顧 所以這個數字不難令我想起一件事 就是除了一些實質的照顧之外 我們的生命去到一個這麼長的歲數 就令我想起生命的意義在哪裡 以及我們面對死亡機會高 因為你年紀很大的時候還在 可能有些死亡風險或是你面對過的疾病 又或者身邊都會有人離開 變成你越在晚期的時候 接觸到這件事的機會越高 是的,而且很多時候 有些人都會問 究竟你講就二來 那麼生活生命是什麼 其實我們中國人看似 就算沒有宗教信仰 但其實他們不知不覺間不知道 是被我們傳統的文化 一些我們講的佛家思想 瑜伽、道家思想 它影響我們怎樣看生命都未定 我想小朋友都開始受到這些影響 是的,因為有時候我們有些口頭禪 我們不知道 信其自然 隨機應變 又或者我們要行善 積德很重要 這些全部都是來自我們傳統的佛道儀的思維 還有我想到 因著有報應 又或者有今生沒有來世 那些前世後世的事情 是的 又或者有一些未必是傳統的中間思想 有些是我們西方的宗教信仰 譬如我們的基督徒、天主教徒等等 其實對行善積德怎樣去做多些好事 是的,做多些好事 這些都是我們不知不覺之間 在生活中以原目驗狀 我們沒有遺疑 所以大家都似乎覺得 會有一張成績表 如果你人生做得多好事 雖然我們不知道死後會怎樣 但怎樣都會好些 如果做得多壞事 你糟了 是的,所以我們中國人有些說話 孔子曾經說過 我們就說未知生、焉知死 不過到今時今日 我們每個人的壽命去到這麼長 或者我們都不能確保 我們晚年全部都健健康康 有很多人不其然就會問 那什麼是死亡 有些人反過來 未知死、焉知生 當我們如果真的預計預期 我們生命會去到一個終結 是一件自然的事 是必然的事 人一出生 其實就好像在倒數 既然我們知道倒數 究竟我們在我們的生活 我們人生裏要什麼呢 所以生和死其實是有關聯和息息相關 不是分割了 所以美師剛才說過 如果人生是一本 一個我們叫做歷程 一個科目才算 死亡就是一個畢業禮 這個畢業禮裏 我們要回顧我們的人生 要看我們整個人生裏 所以很年輕的時候 固然不會想 特別是小時候 覺得距離很遠 但又不是那麼遠 因為有時候 小朋友也要面對親友離世 這是很多家長很不想面對的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解釋 真的發生才算 是的 美師你說得很對 因為有些人 其實好像我們現在這樣 開了咪高峰 又說生又說死 好像很自然 其實有個理論說 有時候我們要說死亡 也有個階段 有些人好像你剛才那班 爸爸媽媽 他們不是很準備到 談及死亡的字眼 我們稱為空白旗 未準備好的旗 是的 我們有很多字眼會出現 譬如一說死 他們就不說死 睡覺 落了下面 賣鹹鴨蛋 還有什麼字 我突然想不起來 他做了天使 對 做了天使也更好 但是有些字眼 令人覺得 你說什麼 不明白 有些人就說L了 所以這些所有 都是未準備好 去談論死亡 又或者是對死亡有一種恐懼 無知的感覺 這個就是我們說空白旗 是的 因為死事真的不容易說出口 有時候 譬如我們做電台 你說一個新聞 你也很少說有一個名人 陳大文 陳大文他死了 是不會的 你會覺得很突兀 先包裝一下 他因病離世 會有更漂亮的形容詞 會覺得舒服一點 或者是有些小蚊仔 那些大人都不會 告訴小蚊仔 那個親人 對他很重要 他未必告訴他 他死了 會說他 好像我剛才所說 他去第二處工作 他走了 不回來 你不會見到他 是的 很多這些字眼 都能告訴我們 其實我們有多準備 去面對這件事 或者是面對這個人生 裏面必然會出現的一個 我們說 我們每個人都會去的一個 一個站頭 即是說 那個空白期是越短越好 即是我們早些接受這件事 對我們的人生 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其實是的 因為我們人生 我們知道我們都在倒數的時候 人人都是 是的 變相反過來 我剛才說 未知死 因知生 既然我們知死 我們是否 要好好地去探索 甚至乎去實行一下 我們人生裏面 生命裏面 我們有些什麼是重視 即生命觀 是我們生活裏面 有些什麼我們重視 有些什麼我們可以做 是 那是否我們要由生開始講起 是 因為剛才你說的 其實生命有什麼意義 對死亡為什麼這麼恐懼 我們先說生命意義 很多人都會覺得 我不用想 我現在生活得很舒適 也很滿意 或者讀自己喜歡的科目 做自己喜歡的工作 死亡又似乎很遙遠 我又很健康 家人都更健康 這樣 就覺得 我不用想什麼生命意義 我就是勤力上班上學 就可以了 這樣 那是否不算有生命意義 也不是 這個我勤力上班上學 就很符合我們現在 我們活在當下 現在我們有些什麼要做到 做好它 現在這一刻 此時此刻我們要珍惜的 我們要怎樣令到自己圓滿它 在我們能力範圍裡面 我想我們在最後一次 最後一節的時候 在這個節目最後一節 我們講珍惜眼前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議題 不過我們現在輕輕帶過 這個活在當下 其實也是佛家的一個很好的生命觀 是的 就算是 有些朋友 我不知道節目的聽眾有沒有發現 自己會有很多養生的概念 是的 原來養生如何好好保護自己的身體 令到自己的身體在離開的時候 然後仍然都是真的 我們不要說完整無缺 健康 健康 或者是 令到這個身體可以 在我們游生之年裡面 可以 好像你說的健康 完整 甚至乎 在他們的度假思想裡面 都說 很多東西它都會順其自然 每樣都順其自然 這個也是一個心態 所以這些生命觀 很多時候就是我們自己 一直跟著 我們沒有在意 原來我們是有些生活態度 不過我們沒有去特意思考 剛剛說到 我們有時候會覺得 小朋友 小時候 年紀輕 就不用管這些生死的問題 你剛才說到 那些宗教影響我們 平時日常 譬如養生 那些 原來我們都不知不覺 已經正在做 是的 因為我們其實是 我們很多時候生活裡面 這一種是以原目染也好 或者是我們整個社會的文化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溝通裡面 不知不覺 我們都傳播了這一種 是否叫信息 是 有些信息 有些信念 我舉多個例 譬如我們要職德行善 令到我們可以在生活裡面 可以幫到不同的人 原來幫到不同的人 直接幫助自己 譬如在基督教 天主教 都希望透過這些行善職德 去幫助自己 可以減脫一些 他們在信仰裡面說的罪 這些部分都是影響到我們中國人 或者佛家的思想裡面都會說 你要輪迴的時候 每一個界別都可以去做到你最好 做一些我們說合乎道德的事情 以至到我們去到最後一個終極 我不知道美詩有否聽過 他們說的一個叫裂盤 就是那個目標在什麼呢 是一個永生正落的地方 沒有痛苦什麼都沒有 這些也是影響我們 如何看生命和死亡 這些如果對於有這些 宗教信仰的朋友 他就最清楚 但我覺得近年都流行了 例如年輕一點的朋友 有他們都會想多些活在當下的方式 對呀 或者養生 都是年輕一點的人都會開始做的事 就是我們崇尚自然多些 吃多些大自然適合時節的東西 不要吃那麼多化學物品 還有活在當下慢活 都是近幾年我們經常覺得 我們又經常玩手機 又上網 人生太多些東西堵住 我們要比自己要慢一點 對呀 其實活在當下其中一種 另一種就是傳承 其實傳承 原來是我們儒家裡 一樣很重要的思維 傳承不單止是一代傳一代 傳宗接代這麼簡單 而是來到我們現今的社會裡 我們經常聽到我們要傳承一些東西 下下一代 不是只有一兩個人 對呀 不是傳承那個人 原來是我們家庭裡 有些什麼要傳承 或者我們也聽到很多 繼承父業 要幫爸爸的那套發揚光大 甚至延續一些爸爸有的東西之外 還要把現成的產品 概念等等 再有一個更新的推進 這個也是繼承傳承 這個近年都很流行 很多傳統行業 只剩下一兩個伯伯 或者嬸嬸做 如果沒有人再傳承下去 他便會失傳 於是多了很多年青人 近來見到危紅燈 那些都說越來越少 用LED那些 接著又有人搞展覽 又找回適造危紅燈的師傅 去教一些年輕一點的設計師 他們便會把咬燈的技術 咬一些新派的東西出來 那不是不同了 但又延續下去 是的 這種延續不止 還有 講越講就越多 我們講的神鐘雖遠 我們這個節目出門的時候 應該已經過了 不過我們中國人很重視一件事 就是孝道 所以到一些 譬如清明時節 重陽時節的時候 我們的孝子賢孫 就會去拜山 去尊敬 尊敬我們的祖先 但是反過來 不止是神鐘雖遠 那種孝道在我們現在的生活裡 我們重視和長者 老一輩的相處 我們不會就是 我們長大就長大了 自己獨立生活 不管他們 我們其實是延續這一份的孝道 作為我們生命和生活裡 人生裡 一樣很重視的東西 因為生命觀 很多時候我們說 我們重視些什麼 在我們的生命裡 這個又是儒家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思想 雖然我們剛才說 我們未必有一個很特定的宗教信仰 不過我們就受著這些 我們說中國人的傳統思維 思想 一直都在帶動我們 我們好像不知不覺地知道 自己的生活裡的方向 或者意義 除了什麼 如果這樣說 中國人其實都經常思考生命的意義 我們不知不覺原來正在做 但是相比起外國人 我不是很熟悉 但是你會覺得 譬如說美國人 他們就少一點這些牽掛 對於家庭關係上 好像人就崇尚自由自在 多一點 獨立個體 這是另一種思考的方式 但是我們就以家為本 這些都是我們很多時候 遇到一些給我們思維的影響 我再說多一個理由 我們可能又會覺得 對呀 天理循環 天理循環 所以我們要行善積德 我們要在來生 或者我們離開這個世界之後 我們都可以有一個 受一個安樂的地方 而不是被懲罰 或者落地獄等等 不知道哪一層 所以在我們的生活中 我們的重點是什麼 做好每一件好事 做好每一件事 都合乎道德善德的標準 所以香港人有一件事很重要 我們經常聽到的 好善即得 一個做好很多善事的地方 很踴躍的 一旦有事發生 對呀 所以這個概念 這是我們 其實不知不覺間 感染到我們的小孩 都會懂得這樣做 這些也不是我們刻意 找人生觀 人生的意義 但是我們其實不知不覺間 我們正在做 我們沒有為意 如果有些朋友 他處於一個很迷失的階段 他們是否可以嘗試 去到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 有沒有需要回顧一下自己 以往做成怎樣 或者如何前進展望未來 你問得很好 其實我們今天說生死觀 我想糾正 其實我們不只是說生 或者獨立說死 其實生死 其實是有一個很重要的連結 正如剛才我們說過 所以在這個過程裏 我們有一個口號 我們會說的 二人 二人 三竹 三竹我們稍後下一個星期 我們再說 丁竹的竹 那二人是哪一人 第一個人 就是人生的回顧 就是剛才你說的 有沒有一些事情 在我們的生命生活的歷程裏面 我們覺得很重要的 很重視的 印象很深刻的 還有一些人 很有連結的 或者不只是成就 成就我們容易回顧 還有沒有一些是 我們經過挫敗之後 我們有一個很好的課堂 以致到我們人生 要繼續走下去的時候 我們可以稍為 我們叫做調適 調適 調適 調適下方向 態度 這個是人生的回顧 其實人生回顧的時候 不是一定我和你這個 叫做 我不可以拉你下水 好像我這個年紀 去到人到中年的時候 我們人去到中年的時候 都會 不只是我們人到中年 才需要一個人生的回顧 其實一個小蚊子 一個小學生 都可以讓他看看 上個星期 有什麼事情 你覺得自己做得很好 記低他 又或者不記低也好 有一個機會 其實人生的回顧 其中一個就是 可以讓自己 知道自己 有多少做得好 有多少做得不完美 或者做得不足夠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調教 我們沒有完全的完美 我們記得第一集我們講過 我們沒有完全的完美 我們只是在我們能力的範圍裡面 我們可以做到我們做的事情 這個就是第一個人 第二個人 就是我們今天經常都說 人生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的人生的意義 沒有理由空中流角 說什麼都順其自然 還有什麼 說話就算了 說話就算了 活在當下 其實人生的意義的重點是 我們知不知道現在這一刻 我們是有多少 我們真的落實去實行 譬如我們說我們要養生 這樣才算 如果我們養生 但是我們走出去的時候 又不是做一些養生的事情 只是懂得說 最簡單就是 我們有適時的睡眠時間 又或者有適量的運動 其實這是一個最簡單的養生 我請你喝羅漢果茶算不算 算 我們一起養生一下 又或者我們說 人生的意義是需要有聯繫 人與人之間有個聯繫 但是我們說完之後 我們可能做完節目就回家 還是不要出去 天氣又好事 又熱又悶 又不舒服 不要去 很多藉口 究竟我們人生的意義 還追求什麼 又或者出來幫忙 近來有一宗活動 需要做義工 不要了 這麼累也睡一下 遊遠 山場水遠 你說什麼 我們剛才說好善積德 因為有時候好善積德 不是一定用錢 行動也可以 這就是我們說的 異人 人生的回顧 和人生的意義 剛才說了很多生命的意義 我們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下 但是說到死 很多人都 日常我們剛才提過 中國人總是不想說死字 或者不想接觸這個題目 但我有一次 有個很特別的經歷 好像有兩次 就是和一位朋友一起 去跑馬地的墳場 去看看一些名人的墳墓 只是我那個朋友說 那一陣子很流行那些道賞團 說參觀香港的墳場 但是很爆 原來香港人 都不怕接觸這個議題 但是因為報不到名字 我們就決定自己去 寫下了那個墳場 會有哪幾個名人 就去找他們的墳墓出來看 我也覺得自己很大膽 我們兩個女生 日光日白 當然選中午的時份 陽光很普照 其實進去不怕 但我也覺得自己 明明是中國人 你怎會這樣找人的墳墓 也有少少文化衝擊 但墳場是多些外籍人士 所以也看到很多不同種類 原來不同國籍的人 有些會有雕像在上面 會佈置墳墓很漂亮 很西式 有些寫英文 有些寫中文 美思 其實你這個有多於大膽 因為你一邊說一邊說 令我想起 其實很多人談及死亡的時候 都不是輕鬆地談及死亡 有些人對死亡總是有些忌諱 甚至乎不說 在理論上有一個週期 其中一個週期就是 初初叫空白期 就是不想 不說 覺得這些是忌諱 有些人對死亡的顏色 都不會碰到 大吉利士 不碰到 甚至乎在他們生活中 盡量和死亡有關的顏色 他們都不會碰到 譬如有一隻藍色 是中國人很忌諱的 日常你不要用 不要穿上身 是的 中國人在這些位置 跟外國人有些不同 外國人去一些很重要的日子 他們穿的顏色 跟我們中國人要穿的重要日子 顏色是完全兩回事 不知道美思有沒有留意 因為他們覺得黑色是一種很莊重 很重要的一種顏色 但是我們中國人 其實在一些喜事上 我們未必會喜歡穿黑色或深色 這些都是一個曲線 反映給我們看到 其實這班人仍然在我們所說的空白期 對於死亡好像是一個忌諱 反過來 剛才你到了一個醞釀期 就是很想去了解死亡是什麼 死亡是一回什麼事 甚至乎很坦白很直接開康 跟人去交流去談 你剛才跟我說的墓碑 令我想起一件事 中國人的墓碑 很多時候是左邊 我忘記左邊還是右邊 都是刻著一些他什麼時候生 終於什麼時候 有個名字 直觀 但是外國人的墓碑 是很反映兩件事 第一 它有一些字寫在上面 那些字 其實它真的讓我們去看 它真的讓我們去拜祭的人去看 或者經過的人去看 那是做什麼的呢 我知道美斯也看了一些 我又看了一些 一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在這些 我們稱為無致命 中國人的墓碑 其實是很少有的 但是這些無致命 其實很反映到 那個剛剛過世的先人 他們對生命的一種提法 也很想將他們對生命的意義 或者當刻的意義 在他們離開之後 仍然可以傳遞給在生的人 有些其實是挺優質的一默 所以我想以往 我見過這些外國人的無致命的字 應該都是看戲比較多 通常那句話都是很有意思 很有智慧 人生的金句 但是Pauline就給了一些我看 是搞笑的 原來有些人很幽默的 我舉個例子 也令我頗印象深刻 有個搬運工人 他在他的墓碑上寫 我一生人都不停搬搬搬 終於這次不用搬 這個其實也反映了 他生活裡 他那種對生命的看法 他在人生裡做了些什麼 但是他延續 其實還想把這件事告訴 經過人聽 他終於可以安定下來 這個也是一種情感的反映 情感的投射 情感的分享 是的 但有些人可能想引人笑 不用說去墳場一定這麼嚴肅 有一個十六世紀的德國數學家 叫做老道夫 他在墓字名上面寫著 因為他是數學家 你知的 比數等於多少 那條數很長 3.141 很多位置都行 他就把水蛇春這麼長 寫了幾十個數字在後面 就是這樣放在他的墓字名 人家走過 第一 又知道他一定喜歡數學 第二 又覺得這麼搞笑 別人老師也說不用寫後面 讀書時 你就是要寫後面出來 其實都很開心 其實人離世後 為在生的人帶來一些不只是歡樂 仍然有一些意義上的傳遞 訊息的傳遞 好像仍在溝通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 我們說是怎樣令到在世的人能者善生 其中一個 因為我們的先人離世後 人死後 是否我們在世的人跟他沒有任何的連繫 如果在這些毛字銘看到 又不是 有趣的事上很多 例如美國有一個是紳士 他的毛字銘是說 對不起 我不能站起來迎接你 即是說來賓 我知道你來了 但我這次站不起來迎接你 因為紳士是要起床 鞠躬 接人 是的 令到在世的人去到這些地方 拜祭他們時 好像仍然有一些溝通 無言的溝通 是的 還記得他人的性格 是的 還有那種很重要的回憶 這個對在世的人都很重要 而至接觸死亡時 雖然是避免不到的事 不過就是減省 減低了那種哀傷 就是多了一份情感 還有一個 各位女士有沒有想過參考一下 馬麗蓮夢露 原來他的毛字銘有他的三維數字 就是37 22 35 RIP 經過的人 如果是女士 就是一種很特別的提醒 可能那個提醒就是 你這麼著意身材做什麼 始終都會過去的 所以就得到這樣 不同的人就得到不同的東西 看看你自己對生命的重點在哪裡 有些就順其自然 經過的時候 有些就想起他的身材真的挺正的 又或者有些說 我要重視養生 所以其實都是很好玩的 原來在外國他們可以冒字銘 都是用來搞笑的 可能令到大家 雖然距離死亡好像很遠 你也可以想一下 你的冒字銘想寫什麼在上面 如果你說低的話 中國人這麼正經 你可不可以在你的墳墓上有活潑的表現 這值得可以反思 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都很有這種新鮮的感覺 令我想起 我會寫什麼 亦都證明了 我們其實很畏著 將來去到這個站頭的時候 我們為自己逐點逐點去準備一些東西 剛才Pauline說我們接受死亡這件事 有些人處於空白期 經常都不想談論 不想接觸 有些人就醞釀期 即是隨時都可以和人討論死亡的問題 這個話題 最好就是多些人在醞釀期 所以我們這幾年很多人就宣揚推廣生死教育 讓我們可以對自己或身邊的人 死亡的接受程度高一點 是的 其實如果多些人 像我和美思兩個 不單止在節目裡說說 其實在日常生活裡 我們也可以說說 這個討論的話題裡 除了我們剛才提到的生命和死亡之外 其實有一些很實在的知識 可能對於一般人來說 這不是經常接觸 我們可以說是一些冷知識 如果我們知道得多些 我們又好像明白多些 舉一個例子 2018年究竟香港的死亡率有多少 其實我們可以知道一下 原來每一千人裏面大概有6.4 大概6個人左右 或者另一個數字 其實是世界衛生組織 原來死於晚期的患者裏面 晚期的病症 對 晚期病症的人 是有70% 裏面有大概七成的人 很需要接受很多晚期病患的照顧 和社區支援 醫療的支援 其實是大約七成都很大的比例 不是只是香港有這個問題 其實世界各地 都是面對這個問題 有很多年長的朋友 醫學進步 他們的年紀一定是可以活得長些 但是生命的晚期 就有很多疾病影響著他們 所以就有很多需要照顧和支援 其實這些知識我們也知道得多些 不僅是帶出了很多 我們好像叫做有話題去講講死亡 但其實進一步讓我們認識一下 其實當我們要接近死亡的邊緣 或者我們要安排很多 我們真的臨近我們去到病患 去到晚期的時候 有些什麼我們可以給我們的家人 給我們的病友 甚至其實是醫護人員有什麼可以做 不只是病人 所以在這些探討裡面 其實帶闊了不僅是我們每個人的想法 不僅是我們每個人的準備 其實我們的層次去到家人 甚至乎這個社會 有沒有這個氛圍和氣氛 所以我們怎樣可以令到多些人 去到夠膽和人談死亡 近年都多了很多例子 譬如說有人試過搞未死的時候 就搞一個告別會 讓親友預示一次 如果那個人要離開的時候 你會有什麼想跟他說 這些都是很衝擊的 會令人多了很多 這跟我們剛才說 一般中國人的思維傳統都很不同 如果遇上我們以前的老人家 就說大家禮事 但現在似乎在我們的社區 社會甚至乎很坦白 我們現在的老人家 是準備談這些話題的氣氛很好 反而是子女不想談 對 因為有時我也有些個案 有些老人家 他們會主動去參觀一些長生店 我還看到有個老人家 很相安無事地去試訓一下那個棺材 有多舒服 他要怎樣 說很多 這些就是我們說 在知識上又增加多些 討論上又增加多些 還有第三件很重要 我們有沒有容許大家去表達那種感受 像這個老人家 他生歐歐的 他回去告訴家人 他的女兒還問 你為什麼要做什麼 因為他有相機 拍給幾個女兒看 幾個女兒說 爸爸你做什麼 但是爸爸說 人總會有一天 爸爸覺得自己很準備 雖然大女說 你現在還健健康康 為什麼要做什麼 其實那就是空白旗 他說 你去這些地方 帶髒東西回來 爸爸沒有病都搞到 可能會有病 這些就是空白旗 但是爸爸去到這個位置 其實他就說 我好準備到 隨時有一天 就算爸爸不是有病 可能人的東西不能夠預計 人生是無常 這個又是回到 對我們剛才說的 生命的意義 生命觀是什麼 人生是無常 這個也是我們佛道瑜的思想 讓爸爸去表達這種感受 人生是無常 我現在準備好 其實我也是想你們幾個安心 讓你知道爸爸在做什麼 情感的表達 我準備好了 我還會安排 雖然我現在生生歐歐 其實爸爸在說 是70歲左右 就是真的很健壯 這個個案 其實是我們其中一個義工 其實他真的很健壯 有精靈 他現在會幫70多歲 又幫80多歲的人陪診 他在做生活裡 認為生命的意義是哪裏 但同一時間 他又去睡棺材 他是準備期 是下一個期 他亦跟美斯利一樣 他有一次去完長生店 跟老友藝去過觀賞團 道賞團 我說觀賞團 去到道賞團去看一些碑 他還回來跟子女開玩笑 他說 火葬放進去的地方很小 紮不紮一點 他還拉著老婆下水 我想和你媽媽在一起 但是這麼紮 肚臟好像不太環保 跟女兒說 我可以試試一些新的東西 其實是醞釀說 我記得她回來跟我說 你知道我幾個女兒不出聲 關上耳不想聽 他就問我 她說 Paulina 我繼續表達 我說表達 可能他們都未接受到 也不知道怎樣去接受 爸爸跟他們說這些東西 又或者心底裡 很重視跟爸爸這種相處 很捨不得爸爸突然說 你會走 這種是情感的表達 我就說 你可以回去告訴他 我現在很健在 不過我真的很想和你們聊這些事情 又或者我知道你們很疼我 不過人終須有一走 情感的表達 其實我們可以試試 我們跟觀眾們可以試試 我們準備好了沒有 我準備了一些題目 美思歐你可以試試問一下 這個叫做生死溫度計 究竟我們準備得多 先幫自己探熱 第一點就是 我是不是對死亡極之懼怕 你害怕還是不害怕 另外就是 我會逃避死亡這個話題 你平時是不是會這樣 好像幾個女兒一樣 還有就是 我可以安然接受自己的死亡 可以還是不可以 還是中間 這個也挺難的 是的 什麼叫做安然接受呢 首先在自己未面對死亡的時候 你要想一下 你是否安然接受到突如其來的死亡 或者無論自己或者親人 這個也是值得討論一下 還有就是 我會及早安排自己的身後事 這個就是剛才那位爸爸 他是想安排的 又或者我現在見過很多社區中心 都說社工幫長者拍照 而是長者是很開心的 他扮定漂亮漂亮 那天疏得整齊一點去拍照 但如果那張照片都給子女聽 我拍了 那些子女又很不開心 是的 其實不止的 我試過剛才我說的義工 他不單是想拍這些 我們說是以後臨終的時候 用的照片 他還突如其來很想和一家人拍一些家庭照 他也說給自己一兩個孫子聽 爺爺就是會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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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祖孫的情感交流 其實都很重要 其實剛才我們說 不只是子女 因為有時孫子孫女 再一代第二第三代的時候 可能對我們的老人家 對有一份感情 這就是一種表達 是不是每個人都明白 你都很安然去準備自己 我不管這個老人家是90歲還是100歲 至少大家都知道他會 是的 還有大家可以試一下 回顧一下自己的一生 覺得是否充滿感恩和知足 如果這個就最實用 如果你回顧完之後 無論你幾歲 你覺得不是 有很多事情都不知足 有很多事情還未做 是不是時候計劃一下 你要怎樣繼續走下去 是的 這個也很重要 又趁機可以看看自己 對生命的意義在哪裏 順其自然的 那便順其自然 但不是 我要活在當下 人一世不一世 現在這一刻有些事情我想做 就去做 還有這一點 我可以和家人朋友很開明地 談自己的死亡 說的是自己 你會不會可以說得出呢 你會怎樣說呢 這個很重要 不可以和可以之間是什麼程度呢 還有就是 你信死後會有來生 你覺得會還是不會呢 這句話令我想起一些 可以是題外話 或者不是題外話 美斯有沒有聽過 當人說起這個話題的時候 有時有些老夫老妻 都說我來生一定要再找回你 是的 我要嫁回你 這些都是一個很好的談論 就不只是去到你信不信來生 有沒有來生 而是進一步 讓大家透過這個溫度計 去表達一下大家的情感 譬如說會繼續談下去 為什麼呢 為什麼你覺得會 都是想找回我 又或者我想找回你 但我希望下一世的你 就是不喜歡吃煙的 減了一些壞習慣 然後順便聊聊天 是的 其實這個死亡溫度計 有時是有多於只是說死亡 有時是出進和家人之間的溝通 那種情感的表達 其實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 希望透過這一集 大家聽到我們 反覆地說了這麼多 尤其是生命的意義 以及不要那麼怕死亡 不要那麼大的恐懼 希望大家都想多些 又或者準備自己多些 去接觸死亡 因為無論對自己也好 對身邊所有的人也好 隨時有機會你會接觸得到 如果你平時沒有這個 準備好的狀態 那經常都會很大打擊 在突然之間出現這些 死亡事件的時候 我們今集說到這裡 下次繼續再談 好 自在人生大學堂 你會不會 在那邊 你會不會